唐山大地震后 毛主席留下最后一封绝密电报 短短16个字却让徐向前元帅黯然泪下 随即向个军区下达指令 全军进入一级戒备状态 那么 毛主席的电报上究竟写了什么 为何能让戎马一生的徐帅落泪 而那一年又发生了什么事 徐帅收到伟人的绝密电报后 为何让全军进入一级戒备状态 时间进入1976年 那一年已经八旬的毛主席 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再加上身上患有多种疾病 一直都处于昏迷或者半昏迷的状态 于是党中央决定 除非有特别紧要的事 一般事情都不要惊动毛主席 可这一年 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噩耗接踵而至 这一年的1月8日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因病逝世 享年78岁 一时间举国哀悼 人民群众更是十里长街哭送总理最后一程 然而没过多久 7月6日又传来噩耗 开国元勋之一的朱老总与世长辞 享年90岁 全国人民再次陷入悲痛的同时 毛主席也再一次深受沉重打击 周总理和朱老总 可谓是毛主席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挚友 他们从抗日到新中国建立 一直不离不弃地陪伴在毛主席身边 但如今却一前一后地离开 这对于晚年的主席来说 无疑是沉痛的打击 但作为一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毛主席知道生老病死是在寻常不过的事 所以他也坦然接受 挚友和亲人一个又一个地离开 也从不向外宾隐瞒自己的健康情况 可在朱老总逝世半个月后 一场浩大的劫难降临在了中华土地上 就连经历过无数风雨的毛主席都为之黯然泪下 1976年7月28日 3点42分53点8秒 河北唐山发生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 震级达到7点8级 波及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 甚至100多公里外的北京都在晃动 而毛主席所居住的中南海 也感应到了异常的震动 当时毛主席还没有入睡 多年晚上工作的习惯 就算身体不是主席依然保持着 地面突然的颤动 门窗玻璃和床的晃动 主席意识到 这肯定是哪里地震的 然而见惯了风雨的主席 如同往常一样镇定 还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慌张 地震结束后 主席对着身边的人说道 当地震的情况查清后 一定要跟自己汇报 然后便服要入睡 而身边的工作人员 出于安全的考虑 江熟税的毛主席用担架抬到了一个 具有抗震作用的房间 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 党中央的一众领导人 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 讨论这次地震带来的具体影响 以及后续救援工作 可此次地震太严重了 唐山的各种基础设施和通讯设备都灯坏了 里面的人联系不到外界 而外面的人也不知道里面发生的具体情况 就在此时 马不停蹄从唐山赶来的 矿工副主席李玉林 背景为原带进了国务院 浑身是血和泥土的他 在看到华国峰副总理时 顿时哭得像个孩子 一边哭 一边汇报唐山的惨状 他用近乎沙哑的嗓音说道 唐山平了 全都平了 听了李玉林的汇报 在场的所有中央领导人知道 此次地震不容小觑 而灾后救援工作迫在眉睫 很快 超过十万解放军的部队 陆续抵达灾区 而全国各地的救援物资 也在源源不断地向灾区运送 而唐山也开始了积极地自救工作 随着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 此次地震带来的伤亡和损失逐渐被摸清 毛主席在地震三天后 收到了华国峰副总理递交的初步统计 唐山的这次大地震 让中国23%的国土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最严重的还属唐山 尽管地震持续的时间很短 只有二十几秒 但却释放出了相当于400倍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能量 地震发生的一瞬间 道路塌陷崩裂 建筑物纷纷坍塌 有的甚至直接碎裂开来 地震结束后 整个唐山市被夷为平地 而且地震发生在凌晨 当时人们正在熟睡中 数百万老百姓根本来不及反应 便被埋进废墟之中 毛主席得知此次地震 让唐山的工业毁于一旦 无数民众受灾伤亡时 主席不禁潸然泪下 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一幕 也不由得黯然伤神 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见主席如此 待毛主席情绪稍微稳定下来后 立即命令华国峰前往灾区 看望慰慰受灾群众 当时的毛主席身体已经不允许随便走动了 不然他可是会亲自去唐山看一看 和灾区百姓在一起 1976年8月4日 以华国峰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 抵达唐山 向受灾群众转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 而唐山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 又迅速从灾难中重新站了起来 可惜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没有看到唐山重建后的新样貌 1976年的9月 此时毛主席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已经不能说话写字了 可主席仍牵挂着国家和百姓 到了9月8日这一天 处于弥留之际的毛主席 示意工作人员靠近自己 他先是用手敲了一下桌子 然后又伸出三根手指 工作人员知道主席是想了解日本首相三慕的情况 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毛主席 听完工作人员的报告后 主席使尽浑身力气 草拧了一份绝密电报 并嘱咐工作人员 在他去世后 发给徐向前元帅 1976年9月9日凌晨1点钟 毛主席结束了他伟大且传奇的一生 全国人民群众再次陷入悲痛之中 依照毛主席最后的指示 将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封绝密电报 发给了徐向前元帅 当徐帅收到读完的那一瞬间 眼眶早已被泪水打湿 虽然电报上只有16个字 但他知道毛主席的用意 也知道在他收到电报的时候 毛主席已经永远地离开了 随即 徐帅向各地军区下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全国解放军部队进入了一级戒备状态 1976年 两位国家领导人先后离世 而唐山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灾 再加上敌国的虎视眈眈 毛主席十分担心 自己一旦离世 国内可能会掀起前所未有的巨大风暴 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给徐向前元帅发了一封绝密电报 全国 全军进入一级戒备状态 保持稳定